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汽浦东足球场的内场 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不明 两只来自上海的球队在本赛季的中超赛场上都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的上海生花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拿到了19分的积分 而上海海港队虽然说排在第三14分的积分 但是由于上一轮的比赛 上海海港客场同梅州客家的比赛推迟 所以上海海港呢其实是少打一场的 请全体提起兵力 纵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这两只球队呢一个是上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冠军 就是上海海港队 另外一只呢是上个赛季的中国足协杯的冠军 而两只球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开始之前的 中国足协超级杯的赛事当中呢就有过一次交手了 当时上海生花队凭借着马来来的进球1比0 击败了上海海港 拿到了这个赛季 也就是2024赛季中国足坛的第一个冠军奖杯 当然了在那场比赛当中 其实呢上海生花队基本上由于充分的赛前准备 他们是可以以自己比较成熟的状态和人员储备来出战 而上海海港队呢那场比赛其实只派出了三名外援 而这场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队是五名外援悉数出场 而上海生花队这边呢则是遭遇到了伤病的袭击 马拿法这场比赛由于受伤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上海生花队的首发阵容 那么在这场比赛里面赛前就有消息说 无锡可能会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上 看一看在比赛开始之后 斯鲁茨基他的战术安排到底是怎样 两支球队呢其实在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呢 都有一些人员的变化 无锡从中场打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区域他的出球可能会成为球队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但是呢他和马拿法不同的是 马拿法自己有着向前快速突击的能力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凤鸣 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汤潮和杨阳 视频助理裁判是关兴 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孟祥坤 这是上海海港队的首发阵容 上海海港队的首发阵容呢 其实变化倒是不大 只是这场比赛呢 王真奥是打在了主力的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而左边呢是李帅 李帅前一段时间呢应该也是有一些伤 但是现在呢恢复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 而李昂和蒋光泰组成了球队的中卫打倒 斯鲁茨基他在来到了上海深花之后 把这支球队身上的特质还是打造的非常的清晰 而莫斯卡特也是依旧延续着上海海港队的比赛的风格 其实呢两支球队的主教练 他们的理念有一些相似 就是不对球队做出非常大范围的改动 而是在球队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巩固和加强 而新到来的球员呢也能够支撑教练的这样的战术体系 马来来呢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 有一个进球 那也是那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他在门前把握机会的效率 可能对于上海深花队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阿瓦杜的中场拦截防守 看看是否能够完全解决掉后防线身前所面对的压力 当然上海海港队今天排出的这个中场啊 确实是在整个的中超赛场上都是非常的强悍 而且技术能力出色的中场组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4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第八轮上海海港队坐镇主场迎战上海深花队的比赛 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坐镇的上海海港队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 上海海港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上海深花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 上半场比赛深花呢是从右来向左攻 两支球队呢其实在此前有过28次的交手 在这28次的交手当中上海海港队是赢了13场 上海深花队是赢了7场 还有6场呢是平局 其中呢在联赛当中上海海港队是10胜6平4负占据着优势 不过在最近的6次交手当中 上海深花队是2胜3平仅1负 在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深花队还是找到了在上海得比当中的感觉 胡磊这是在上海得比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 胡磊呢在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打进了11个进球 而在中间呢其实他还有一段时间在西班牙踢球 那段时间的上海得比他是一个空白溪 看看这个球打到禁区内右侧的传桌 来自于古斯塔沃的传球 被蒋胜楼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镜头给向了斯鲁斯基 斯鲁斯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说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较量 虽然说呢在超级杯深花赢了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支球队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最主要的是找到正确的应对方式 深花队从左侧向右侧的斜舱船马来来跟李帅去拼速度 虽然脚下有一点打滑 但是球还能够顺利的传过来 上海深花队在前场三个人的快速进攻速度非常统一 而海港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利用对方降速的这个瞬间 迅速的把自己的防守体系布置好 比赛一开始两支球队的攻防转换节奏都非常的快 并且呢也有这种激烈的身体上的对抗 而这一点来说啊高天翼吃到了一张黄牌 而这一点呢可能会让这场比赛变得节奏非常快 但同时呢可能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比较多的肢体对抗之后 造成比赛的停顿影响比赛的节奏 高天翼这是这个赛季从北京国安加盟来到上海深花的球员 今天的深花队这边确实是无锡站在了防线的右侧打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而高天翼呢在需要的时候他会向后撤来帮助这一侧进行防守 在无锡的身前呢形成一道保护 而且呢在这一侧上海海港队有巴尔加斯有着比较强的持球突破的能力 所以在这一侧高天翼跟无锡两个人之间的防守上是否能够配合好 应该是深花队后防线上的一个关键 上海海港队前场就地的高压比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呢 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严俊龄 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二号李昂和三号蒋光碳 边后卫的位置上是三十二号李帅和十九号王振奥 在中场有二十二号尤萨 十八号奇塔迪尼和八号奥斯卡 在攻击线上九号古斯塔沃 七号乌磊 十号巴尔加斯 这是上海海港队的首发阵容 而上海山花队的首发门将是三十号鲍亚雄 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蒋上龙 搭档五号朱晨杰 两个边后卫呢 左边是十六号杨泽祥 右边呢是十五号无锡 在中场呢 有十七号高天翼和六号阿玛杜 另外呢 还有七号徐浩阳和十号特谢拉 在攻击线上 十一号马来来搭档九号安德烈路易斯 在中路高天翼拿球之后 准备来一脚远射 这个球上海海港队在中路防守 好像突然间出现了 一个两秒钟的停顿 就是这个两秒钟的停顿 给了上海山花队向前去做推进的机会 高天翼他今天的这个位置呢 是站在中前位 两个中前位相对靠左的这个位置上 七号徐浩阳呢 是在左边 十号特谢拉呢 是在右边 但是会向中路去收 而九号安德烈路易斯和十一号马来来 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呢 比较靠前 而安德烈路易斯呢 他会往回彻一彻串练一下中前场 马来来 停球之后 向外侧轻巧的一分 在这个防守区域内 上海海港队的防守人数还是足够的 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 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应该会比较频繁的出现 而奥斯卡在长时间持球的情况下 对他的防守应该是像海浪一样 一波接一波 这样的一场上海德比 一支红色的球队 一支蓝色的球队 确实就像是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一样 其实呢 同一个城市的德比站 一红一蓝两支球队的碰撞 在世界著名德比当中 还真的是非常的多 包括米兰德比 罗马德比 曼彻斯特德比 伦敦德比等等 全都有红蓝之间的碰撞 奥斯卡任一球开到禁区内 争抢到了第一点 奥斯卡的定位球 包括他向前传威胁球的次数和成功率 目前在中超联赛前面的这几轮比赛过后啊 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 所以说上海山花队今天对于奥斯卡的这种严密的盯防 一定是以让奥斯卡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的拿球 为主要目的 看看特谢拉 马拉来在做前差的跑位 特谢拉右侧的传球 这个球是奔着后点去的 安德烈路易斯 徐浩阳 角度比较小 把球控制下来 上海海港队在禁区内迅速的 布置自己的防守体系 但是在中路 就是湖顶的这个位置啊 之前出现过一次漏洞 杨泽响 包亚熊 直接把球向前开 在前面的七轮比赛过后呢 上海山花队是六胜一平 目前还保持着不败的记录 打进了16个球 在前七轮比赛 进球数是最多的 而且丢球数呢 是只有三个 丢球是最少的 而上海海港队呢 是四胜两平 同样保持着不败 上海海港队的进球是15个 仅次于进16球的上海山花 当然上海海港队 其实是少赛一场 简光泰 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 高天一 进区外的一脚打门 有边线 安德烈路易斯 这个球队友 给安德烈路易斯 做球做的也非常的巧妙 两个人有个横向的交叉跑位 第一个出球队员呢 向后一停 直接闪过 然后安德烈路易斯 外围驾炮 这应该是徐浩阳 给安德烈路易斯做的球 现在呢 其实对于上海海港队来说 他们的整体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的稳固 整体的阵容 在这个赛季 在中场呢 进行了一下 重新的排列组合 齐塔迪尼跟尤萨 两个人呢 是让中场 变得更加的有序 而上海山花队 在前场的进攻啊 确实由于他们赛前的 充分准备 真的是 很早的就进入到了状态 刚才进区内的 一系列的投球接力 还是没有能够把球 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这个球第一点呢 蒋上龙顶到之后 在中路 安德烈路易斯 正好跑到球的线路上 在这个位置上 球奔着自己来 可能想躲都躲不开 再加上一个攻击手的 本能 进区内 投球一侧 但其实这个球 如果他漏下来的话 马来来的机会会更好 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 那一瞬间 确实没有办法 很清晰的观察到 身边的每一个位置上 自己的队友 或者是防守队员的状态 马来来 突击能力非常强 两个人的防守之下 马来来是先强行的 过了奇塔迪尼 但是蒋光泰横切过来 把球给破坏出去 面对上海山花队的 这个外援攻击拳 马来的安德雷路易斯 加特谢拉 蒋光泰在最后一环 他的出脚破坏 是上海海港队在后防线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环节 吴磊 右边是有机会的 古斯塔沃从中锋的位置上 继续拉到右侧来 古斯塔沃其实 他在上海海港队的封线上 虽然说他是一个中锋 但是他很多的时候 向外侧去扯 这样的话牵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 给中间的吴磊 去制造更多的机会 那现在来看 吴磊是在右边 巴尔加斯是在左边 而奥斯卡是打在 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 现在上海深花队 在防守体系当中的 这个站位的话 在中场应该是 左边17号高电翼 中间的是10号特杰拉 加6号阿玛杜 右边的是7号徐浩阳 深花队的这个 整体的阵型 可以在442和这个 4231之间的去做切换 主要是看 自己到底是进攻 还是防守的状态 另外呢 看对方的这个进攻的事态 往这儿右侧的传球在中间 这是有机会的 有变现 奥斯卡在中路的一角打门 两支球队其实都创造出了 很好的边路突击之后 把球打到中间来的 这样的进攻方式 再来看一下 这是戒败球 开出来之后 应该是奇塔迪尼 拿球之后突破到底线附近 倒三角的传回来 奥斯卡 这一下其实他的准备 做得非常的充分 球还有一个反弹 如果说无锡啊 不过来挡这一下的话 其实爆亚雄呢 已经做出了向远端 去扑就的动作 这个球很可能 从他的身体上方会弹过去 无锡也是场上的多面手 但是他在边后位的位置上 出现的机会 或者说出现的经历呢 其实并不多 斯鲁斯基也不是一个 特别喜欢轮换的教练 可能也是因为呢 他的这个战术体系当中 他可能觉得就是 这些球员执行起来 会更加的顺畅 更能够表现自己的战术思路 更能够表达自己的 想要去传达的比赛方式 李帅 双花队呢 在前场这一次是 并没有做过多的高压 而是把自己的防守兵力 从中圈左右开始部署 就是中场会是这场比赛 两支球队主要去争夺的 这样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西塔吉尼 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上 他是偏左 而尤萨呢 是偏右 看看上海神话队的这次进攻 马拉来跟安德烈路易斯 两个人没有能够想到 一块去 马拉来呢 是想直接把球 不停球顺势往前推 他设想的可能是 安德烈路易斯去跑 防守队员的身前 但是安德烈路易斯呢 看到王赵说回来之后呢 他是往外侧去绕 正好王赵切回来 获得了一个解围的机会 奥斯卡 他在中场的活动范围 其实是非常大的 左右两侧 他基本上都能够控制比赛的节奏 对角的斜长船 给他稍微深了一点 这次横向的切过来的防守 是有犯规的 傅明掏出了黄牌 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给了19号王真奥 两个人从身体位置关系 在加球的运行线路上来看 王赵这一下 确实可能能够碰到球的几率 不算非常大 但是这一下 整个人飞过来之后呢 算是一个鲁莽的解围动作 其实在这个时候 也是场上的裁判啊 表达一下自己判罚尺度的 非常关键的环节 比赛15分钟 出现第一张黄牌 这可能也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场上的球员们啊 裁判 我的判罚底线就是这 就是这样 无锡 再把球回敲给蒋盛龙 特谢拉 今天在右侧 马纳法不在的情况下呢 能够看到马来来 他的位置经常向右边 去稍微的拉一拉 利用自己的速度呢 去冲对方的防线 阿玛杜的解围 但是球还没有彻底的被破坏 杨泽强 赶在对方上来之前 巴尔加斯上来之前 再一次做出解围的动作 双方的球员可能对于球权的归属问题 发生了一些 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杨泽强呢 也是需要把自己的鞋带 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的整理一下 这也是使得场上的节奏被打乱 西塔迪尼把球制缓给了对手 无锡 这种让无锡去拼速度的传球 给的还是需要再精准一些 因为无锡呢 他向前冲刺的速度并不是他的强项 所以给他向身前传球的提前量 不能像给马纳法似的传的那么靠前 给的提前量不能那么多 尤萨在边路跟对手的缠斗还是犯规了 尤萨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 确定加盟上海海港的 其实呢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 尤萨也是刚刚来到球队不久 他和奥斯卡以及巴尔加斯 是那场比赛上海海港队 能够出场的仅有的三名外援 而那场比赛呢 上海生花队是五名外援 悉数登场 其实这也体现了上海生花队呢 在赛季前他们准备期当中 他们的效率 右侧定位球传到中间来看看后点 还别说几次上海生花队的 这个边路的船中包括定位球呢 在中间其实他们是可以抢到第一点的 包括之前有过一次投球的接力 但那一下没有最后这一蹭 路易斯没有能够蹭正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 上海海港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漏洞被深花队所抓住 黄赵拿球继续向前做推进 交给奥斯卡 高天一对角协商船 球的弧度不够高 被断掉 高天一这一次的转身摆脱 使得上海生花队可以继续控制球权 向前做推进 现在海港队的七个人的防守体系 两条线站得很紧 所以这个球想要直接打到中间去 并不容易 奥斯卡拿球继续向前快速走 阿玛杜迅速的靠拢过来 巴尔加斯 阿玛杜的这个对于线路的预判 确实是他在中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他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但是海港队这边 奥斯卡跟巴尔加斯两个人 会有意的在一些时候 做靠近而两个人能够形成配合之后 他们之间的这个传递 有可能会三船两倒的撕开对方的局域防守 阿玛杜迅速的靠近而两个人能够形成配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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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港队在前场继续对上海深花队的传球线路 形成一系列的封锁 特谢拉 拿球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 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那今天的特谢拉可能在深花的前场会 比较多的承担拿球的任务了 马拉法在场上的时候 其实马拉法和安德烈路易斯 包括马来来 能够形成一个四个人的持球推进团体 而这个时候特谢拉在中间穿针引线 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会小一些 他的持球压力也会少一些 持球责任也会少一些 但今天的这四个角缺了一角之后 特谢拉身上的拿球的任务可能会稍微的重一点 杨德强 倒到右脚上再往后点去传 投球的攻门还是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里 特谢拉 他这个赛季确实是展现出了 跟上个赛季截然不同的 对对方球门直接攻击的状态 上个赛季特谢拉18场比赛 只有一个进球 而这个赛季7场比赛已经进了5个球了 而且还有一次助攻 其实也正是这个前场的进攻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有了一些解放 这个赛季特意尽 这一场剧 给他 给他 由于现在两支球队整体阵型拉的都比较开 所以说在中场都有能够持球向前推进的机会 但是两队的后防线上这几个人站的位置也都很稳 马来来进区内的一对一 最后向左侧扣这一下的时候 使得球更加接近蒋光泰 正好是在蒋光泰的解围范围内 这段时间两支球队在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上 相对来讲倒是少了一些 在前面的15分钟当中是出现了两张黄牌 开场之后不久高天翼一张 15分钟左右的时候 王正奥又是一张 这两张黄牌之后 这段时间好像双方更多的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足球本身上 集中在了自己的技战术方面的展现 和在场上的执行上 尤萨 这个球没有能够反抢回来 还是蒋光泰的解围 今天他在自己的防守腹地 多次扮演了最终的对方进攻终结者的角色 但是上海海港队的后防线 如果总是把压力留在最后蒋光泰的身上的话 确实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把尔加斯往里边强行的突破 山花队这边三个人都不是两个人关门 三个人关门 左侧再给到后点头球摆下来 看看中路有没有机会 再做上海山花队的防守 一波进一波 这个球还是有变现 进区前沿的这脚打门 来自于王正奥 他的上门还是有变现 今天两支球队真的是有三脚打门 都是几乎是志在必得 起脚那一瞬间 可能都想这个球进了之后怎么庆祝了 但是呢在半途当中改变了方向 刚才海港队的这次大范围的转移 再加上吴磊在后点的头球摆度 使得上海海港队的这个进攻呢 从左侧到右侧再到中间 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连续 而到目前为止 角球数奥斯卡 这个上海海港队是三个 上海山花队是一个 上海海港队的角球战术 也是他们本赛季进球的 非常重要的方式 所以说上海山花队可能在赛前 对于如何去防守对方的角球 会有一些战术部署 而这个时候可能是视频助理裁判呢 对主裁判傅明在耳机里面 做了一些提示 特别是在之前的那波进攻当中 有海港队的队员呢 投诉认为对方有守球 所以傅明呢要到复检区去 重新来看一下 来做一个重新的认定 还是说这一下是对巴尔加斯的犯规呢 巴尔加斯在向内突破的时候 上海海港队这边上海山花队这边是两个人加防 反而就是在最后就是看无锡出脚解围的这一下 主裁判如何去认定两个人之间的身体接触 从这个画面上确实很难能够特别清晰的看到 两个人的这个肢体接触的方式 这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角度 再来看一下 这个回放的应该是在 这次投球摆回来之后 海港的队员投诉认为对方有守球的这一幕 而在进区内防守球员是否守球 这一点其实呢是要看裁判认定 他的这个手臂伸展 是否是使自己的身体不自然变大 形成了防守的效果 主打方复明的是先把两支球队的队长叫到一起 最终是判了这个巴尔加斯啊 再向左侧外侧传球的这一瞬间有越位 那就应该是上海生花队的球权 这一瞬间是上海生花队的这一瞬间 经过了刚才的一个小小的波澜之后 双方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 感觉从两支球队的反应上来看 这并没有对双方的情绪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且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双方各自有不同看法的场景 这应该也是在赛前 两支球队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黄赵 拿球横向还是找中路的奥斯卡 齐塔迪尼再回来做接应 申华的贴身防守防得非常简 王正奥拿球之后脚下稍欲犹豫 立刻被杨德祥过来把球破坏 奥斯卡又来到了右侧 右路的船中没有能够过前点 上海海港队这段时间的整体的阵型压上 让山花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看似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但是一旦有反击的机会上海山花队的这个反击 游手转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而且前点的这个箭头很非常的明显 今天马来来一定要去承担在前点去做突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也是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 这个赛季从中超的赛场上展现出来的 他们各自不同的比赛方式 上海海港队就是以自己的控制来争取拿到场上的节奏 并且破坏对方的节奏 而上海山花队就是简单直接有效 给赛默 오늘은ắn开优秀雪 Faculty练操一下 东西是 reais的 再这样学一下 去 horse栈 Fire 看什么都没做过 獲得好 hea 简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在两支球队的上个赛季的两次交手当中 在上海海港的主场双方是打成了1比1平 那场比赛也是深花老将于汉超帮助球队 打进了一个扳评比分的进球 吕帅 马拉来的突然上抢 而这个时候严峻领把自己的位置提得非常靠上 这样的话等于是在两个中后位之间增加了一个拿球的点 而且增加了一个向前的出球点 江生龙把球给破坏出边线 今天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替补席上都是留有后手的 在进攻端上海海港队这边还留着吕文军 在上海山花队这边呢还留着谢鹏飞 在上海山花队在自己的腹地布置的防守高空球的人数 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从进攻端到防守端到目前为止 山花队争抢高空球的成功率不低 安德雷路易斯 阿玛杜 拿球之后瞄准了马拉来那一侧 但是准备时间的长 被对方看出来了 但球权还在上海山花队这边 特谢拉 一对一自己往中间带球之后呢 再往底线去给高天翼倒三角敲回来 这个球是否已经整体的出了底线呢 在高天翼传球之前 还是给了上海山花队的角球 角球直接往后点给 但是眩向底线的方向 这个区域上没有接应的队员 徐浩阳拿球之后 面对对方两三个人的包夹 虽然说没有能够完全把球继续控制下来 但是呢 在这个区域当中 也没有完全失去持球的希望 直到他和对方抗衡的这个局面被破坏 那其实这个时候 队友对于他的支持 其实也很重要 孟正奥 这段时间两支球队呢 就像是在场上下棋一样 不停的去排兵布阵 不停的呢 去运筹帷幄 想要攻到对方的腹地去 形成真正有效的射门 通过阵地战 确实不太容易能够实现 这也是高水平的球队 或者说实力相近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谁的防线上都不会给对方 流出太多的漏洞来 排港队呢 其实在过去的几次进攻 都是从左侧推进之后呢 大范围的向右侧 或者向中间去做传递 而打到右边之后呢 借助在这一侧跑位的五垒 形成投球向中间的摆渡 奥斯卡 底下还是安德烈路易斯解围出来 奥斯卡再起 阿玛杜的 这是这个马来来的结尾 连续的第三次传中了 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抢到第一点 而上海山花队 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快速反击的机会 结果球传的线路不对 奥斯卡很巧妙的传球 上海海港队前场就地的游手转攻 这个速度是真快 而奥斯卡那一下传球 真的是点睛之笔啊 太精巧了 海港队刚才几个人扑的比较猛 被高天义缓过来之后 大范围协调球 严谨先出来赶在马来来之前 把现情化解 由于上海海港队的整体阵型 提的比较靠上 包括后防线呢 在进攻持球的时候 也是压的比较靠上 所以防线身后留下的空档啊 比较大 马来来这样的有冲击力 有速度的队员 一定会去充分的利用 这个孔档 而这个时候 严峻龄他的提前移动 他对于对方进攻方向 和进攻形式的预判 对于神花队的后防线上 就显得至关重要 是人的费势力量 一个人的费势力量 上海海港队这边呢 也不着急 把球全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随时等待着去改变节奏 这样的情况呢 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多次出现 利用自己在后场的传递 去调动对方整体的防守移动方向 然后呢 从一侧开始突然间向前推进 但这个时候 一般情况下来说 会隐藏着向另外一侧 去做快速转移的伏笔 这一下送身后 看看巴尔加斯 还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 杨泽强率先下脚 做出了铲球的破坏动作 巴尔加斯 这一次是换到左脚之后 去传后点 今天上海山话队的 对于球队禁区内的防空的整体战术部署 确实准备的非常精心 包括马来来 基本上在对方有传中机会 或者说脚球机会的情况下呢 他都会深度的回撤 但是一旦出现游手转攻机会的时候 他又往往是那个最先飞出去的箭头 这对于他的冲刺跑能力要求 和他的体能要求确实是不低 但这也是马来来最为擅长的 优萨 吴磊在做前插的跑位 在交外线之后的传中 看看这一次鲍亚熊 球门区的前沿把球得到 鲍亚熊呢 在这个超级杯队比赛 先看这个球后场直接大脚 还是蒋光泰啊守住了这一点 今天蒋光泰在他这个点上 一对一好像还没输过 这就是当这个一支球队整体压上 推到对方的半场 想把对方完全压制住的情况下 必须在后场有一个单兵作战能力 单兵防守能力超强的队员才可以 就不管前面如何被对方穿透自己的防线 这个对手的进攻到了这个人这儿 就可以画上句号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 德谢拉 看看外围能不能够起脚 这一下打门 林俊良把球给扑出来 马拉拉再往中间去扫 还是上海海港队的界围 这是古斯塔沃的界围 外围起脚打门的这一瞬间 马来来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上海海港队的防守队员 在向前整体移动的过程当中 正好把马来来给露了出来 深华队有两名球员倒在地上 他现在进攻还在继续 特谢拉 远端是不是徐浩阳 这是这个安德雷路易斯 这是裁判给里昂补了一条黄泡 安德雷路易斯 在准备把球做给徐浩阳的时候 李昂从后面上来 应该是踢到了 安德雷路易斯的小腿上 这也是上海海港队 后防线上的第二张黄牌了 报亚雄 今天他的多次出球呢 都是直接想把球 传过双方的整体阵线之后 打对方防线的身后 这可能也是在赛前 有着相对清晰的战术部署 朱晨杰 这个线路找的还是不错的 杨大强 高天翼 区域的二防二 王赵和齐塔迪尼两个人 在最后时刻形成了合围 齐塔迪尼的这一次合围的选择 做得非常正确 时机把握的很合适 而且他要的这条线路 即便高天翼能够转身往回敲 他依然也能够守得住 而上海海港队的快速反击 就此推进上来 现在好像感觉上海海港队 还是在门前确实是缺少一把 比较锋利的快刀 而上海海港队的快速反击 上半场有着三分钟的商庭补食 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比较常见的商庭补食的时间 并没有因为出现上半场 对于视频回放的这个审查过程 而出现这种 比较长的商庭补食 这一方面也说明 其实在经历了开场之后 双方那种激烈的对抗之后 整体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流畅 尽管说出现了一些需要停顿的场景 但是整体的节奏 使得比赛并没有被耽误太多的时间 看看这个球转身的打完 还是来自于内收的编后卫 16号杨泽祥 再一次为上海山花队 赢得了脚球的机会 湖顶的这个区域的防守 上海海港队今天确实好像 是存在的一些问题 要么在这个区域上 是人够 但是总是会出现一些漏洞 要么就是在深度回收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外面二点球把这个区域给暴露出来 平时想刚才那次防守呢 这个区域的人数是够的 但是杨泽祥要的是这两条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且传球过来的落点也很准 脱下来这次是寻求一个战术 由无锡再直接往后点去传 投球百度直接顶向球门的方向 林俊玲将球拿到 安德雷路易斯一直在用身体去阻碍 林俊玲快速的把球往前开 看来这个阻碍呢 确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林俊玲向前出球 直接被上海生化队拿到球权 应该说在这个上半场呢 双方真的是打了一个势均力敌 都有机会 而且也都把各自在这个赛季 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呢 都在场上表达出来了 可能由于有得比的原因 所以呢在一些时间节点上 会出现一些比较注重于对抗 但是很快呢又能够恢复冷静 恢复到真正的这种技检术的 在场上的执行当中来 奥斯卡看看他的船中怎么样 这一次是换了传球的方式 采用了一个低平球扫向中间 包亚雄稳稳稳地把球拿到 阿尔加斯 无锡 再交特谢拉 特谢拉的这个人球的结合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他是脚下有技术的 特别是在多人的包夹下 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当中 他能够像展线头一样 把这个球从脚下捋清楚 这个时候主裁判复明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双半场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 攻防转换速度很快 回合呢也很多 都创造出了一些不错的机会 但是场上的比分没有改变 比分呢还是0比0 两支球队的门将呢 也都做出了一些精彩的铺就 一些关键的铺就 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看看谁能够率先 在自己的战术打法上 做一些调整和变化 去改变比赛的节奏 打破场上的平衡 我们稍事休息 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太好了我也要去火星啦 我要当玉米滑雪运动员 以后唱着奥运会 我希望随时随地 都能看到爸爸打鱼 我希望我的小火车 能到达我的好朋友 琢磨家 我希望山林里的小动物 越来越多 希望山林变得更美 我希望火车开得越来越快 我希望火车开得越来越快 我要去探索椅照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多资的我们 自然多彩 知识产权 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 专有权利 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 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 十四五 开启新征程 数字经济 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 它关系你我的明天 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 数字新时代 美好新未来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 所有的指针朝夕 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热兴 全身冬起来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的 特别范儿健身借务 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支舞蹈呢 其实还会有一点 心肺和力量的训练 所以对于你来说 也许是一个新的挑战 让我们开始学基础动作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动作 双脚打开 让你的双手 手背向回收 然后我们要去做 上 开 下 开 上 开 下 开 然后半蹲下来 向你的一侧 脚跟 脚尖 脚跟 脚尖 总共做七次 停住 反方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 会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我们先把脚向后退一步 搭拍 伸手 伸手 抓回来 反方向 退步 伸手 伸手 抓回来 好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动作 这是我们今天心肺锻炼的一个 很关键的动作啊 大家一定不要偷懒 把你的手和脚反方向 上 上 上 最后一次 向侧 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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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 反方向也是一样的 用一个脚下下踩 一个脚上上跳 OK好 那我们就准备 跟着我们的音乐 一起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这一点希望你们 所有人都拼尽全力啊 跟我们一起 准备咯 双脚慢慢的做小跑 如果你可以的话 高抬腿好吗 准备 准备 三 双手向上 向脆移动 停住 手臂上 注意在你的头顶交叉 向侧 伸脚向后 抓回来啊 还有一个 跑步 准备好了 踢腿 向侧 最后 可以吗 我们再来一遍啊 向侧 原地的小跑 如果你可以的话 跟你身边的朋友 可以 准备好了吗 四 三 ready go 还记得吗 蹲下去 手臂 停住 手臂 蹲下来 反方向 伸脚 跑步 ready let's go 记住手和脚是相反的方向啊 伸脚 还有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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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向侧 继续 如果你可以的话 一定把你的手和脚 完全的伸直好吗 最后一遍咯 反方向 好 调整 这一节 其实会对我们的心肺 有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能力 所以呢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力 变得更加的强壮的话 这个小节你一定要做练习好吗 好 让我们最后抽刺 四遍 准备好了 Ready Let's go 加上一个手臂上和下 反方向 踢腿 上这了 手臂上和下打开啊 还有两遍 项策 客人 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 这 手臂 最后一个 双手 快个这一节 算是我们 现在特别판的舞蹈里面 最累最累的一节了 希望你们都能够喜欢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肩手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他的鸟鼠 淋动了丛林的秘密 他的尖定 顺择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多姿的我们 自然多彩 每个人 都梦想走在 铺满鲜花的路上 但泥泥和沙石 才是路的开始 于是 我们开始寻找 并着手开辟 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坚信 这是唯一通往春暖花开的必游之路 于是 红旗照亮我们的路 春天刷新我们的路 绿水青山滋养我们的路 朋友伙伴点赞我们的路 大海拥抱我们的路 天空拓展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越发宽广 我们的前程更加辉煌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梦想里 铺满的鲜花就在眼前 不忘来时路 奋进新征程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新号 再一次回到上汽浦东足球场 来继续关注2024华人仪宝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八轮 上海海港队在主场 同上海深花队的比赛 上半场比赛 比分暂时是0比0 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 而且上半场比赛 从中间到后半段 给人的感觉相对来讲 是稍稍的有一些评 其实是在这样的评当中 正展示着两支球队之间 其实对于对手的限制 是做足了功课的 这场比赛 双方都是想尽量的去 限制去抑制对方的强项 比如说上海海港队 在面对上海深花 这种快速有效的直接反击的时候 其实在最后的一对一的节点上 并没有给深花队在前面突击手 马来来太多的机会 而上海深花队在防守的时候 面对上海海港队的中场组织 核心奥斯卡 经常是通过在中路的密集防守 让奥斯卡只能是在两个边路 去做一些文章 而很难在中路送出 有威胁的穿透性的传球来 所以说这对于双方的进攻 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有比较大的意志 其实这样的比赛 比的就是看第一谁不犯错 第二谁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 本场比赛的主参方复明的 他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执法过一次上海得比 那场比赛也是上海海港的主场 当时双方是打成了1比1平 在这个赛季 他执法过上海海港队 面对武汉三镇的比赛 而这个赛季还没有执法过 上海深花队的比赛 随着复明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 这是2024赛季中超联赛 第八轮的最后一场较量 上海海港坐镇主场 上海浦东足球场迎战上海深花 这也是上海得比 本赛季的第二场 但是是联赛的第一回合的上海得比 因为在赛季前的中超 这个超级杯当中 两支球队就有过一次碰撞了 巴尔加斯左侧的传球 过人很漂亮 最后的传球落点 是鲍亚琼的控制范围 那其实呢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 两支球队确实是打成了一个 平分秋色 控球率是各50% 先来看这个球马来来 找到安德雷路易斯 船的稍微有点靠后 球还没有出海港的禁区 还是在进攻端的时候 在位置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助理裁判举其示意 上海深花队在传球的时候 有越位的情况 感觉这个球就是在两个人 去抢这个拼这个二分之一球的时候 往前 但当时呢 安德雷路易斯是留在了前面 倒在了前面 所以说把他作为是一个越位的点 在前场深花形成了反抢 特谢拉直接起脚的掉射 哎呀 这是全场比赛 双方最好的一次机会 特谢拉选择的射门方式 也很巧妙 展现了自己的脚法 和在这一瞬间 自己冷静的头脑 但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斯鲁斯基 可能在这一瞬间 你从他的一直看似保持 情绪非常稳定的这张脸上 也能够找到懊恼的表现 懊恼的表达 但是上海海港队 这个时候后防线上 出现这样的错误 正对自己的球门 而且离自己的球门非常近 就在湖顶处 这种错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到目前为止 射门上海海港队是四射一正 而上海山花队是十射两正 其实这就说明 上海山花队在防守的时候 很好的抑制了上海海港队的强项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 让上海海港队很难能够 通过他们自己的技术能力 在中场形成有效的穿透 形成射门 更多的只能是边路 再去船中祈求 但实际上 在上半场的这个情况看来 上海海港队在边路 祈求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上半场13次船中 只有两次成功 而上海山花队自己的这个船中数 船中的成功率倒是达到了50% 但同时呢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前七轮的比赛当中 是摄政球门次数最多的两支球队 但是这场比赛 他们的摄政率相对来讲都非常低 上海海港队是25% 一次摄政 上海山花队呢 是这个20% 十次摄门 两次摄政 但是他们在前面七轮比赛当中的摄政率 应该说是都超过了40%的 他今天呢 更多的是被对方的中场挤压到边路来 但是他的边路船中呢 往往又会成为上海海港队 突然间把球送到对方球门前 形成节奏变化的重要方式 刚才依旧是他去找后点的吴磊 但是这种传球方式在上半场曾经出现过成功 比如说有一次吴磊投球点回来 还有一次呢 是点回来之后制造了一些禁区内的争议 但是这种传球方式使用多了之后啊 相信上海山花队的后防线也会提前做好准备 刚才的这次在本方半场的丢球 是上海海港队在后防线上 需要保持高度的集中才可以 其他迪尼呢 其实他也是这个赛季从巴伊亚租界来到上海海港的 在这个赛季迅速的成为了中场的铁三角之一 高天一今天他在上海山花队的中场非常活跃 而且他拿球在突破的过程当中今天感觉不错 人球结合的成功率还是相当的相当高的 吴磊今天也是很少获得在中路的空间 更多的是被挤到相对靠边上的位置 特别是远离有球区的这个位置上 这使得今天吴磊能够在脚下持球 或者说能够通过自己的跑动 获得向前推进突破的空间 并且得到队友支持相对来说少一些 上海山花队今天他们的防守 确实是将海港队在前场的这几大攻击手 给割裂开了 阿玛杜现在又紧贴着巴尔加斯 朱晨杰 最后时刻的卡位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 包亚雄在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当中的七次出场 有四场比赛能够零封对手 当然这也得益于上海山花队 他们整体防守体系的搭建 马来来 再做大反围的横向转移 无锡 再起球 还是找马来来这点 投球敲下来 安德烈路易斯看看能不能够转身 海港队的防守 其实距离安德烈路易斯的距离稍微的有一点远 防守球员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两臂的防守距离 这样的话安德烈路易斯抬头一看 防守队员离自己很远 索性自己直接起脚 在这种高速度的对抗过程当中 任何的一个时间点上都不能有丝毫的迟疑 包括防守距离的调整 宇帅现在也攻上来 左脚的船中依旧是找到后点 投球直接的攻门 这一下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的范围里 吴磊 今天他的目标就是在后点利用自己队友 给自己送上的斜长船 在后点完成投球的冲击 今天在他这一侧防守的是杨泽祥 杨泽祥在面对吴磊多次 有这样的在后点去争顶的情况下 他也需要提高警惕 提高自己的提前对于位置和空间的把控 当然其实这种进攻方式呢 并不是吴磊唯一的进攻方式 就看看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他是否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做展示 伍西 再推给马来来 徐浩阳转移到中路 又是在湖顶的这个位置上 两个人去抢奥斯卡 奥斯卡还是凭借着自己个人的持球能力 还是把球给拿住了 巴尔加斯 向前送 直接传身后 这个点吴磊是可以拿到的 角度比较小 吴磊和杨泽祥的一对一 直接把球搓起来 在后点呢 其实奥斯卡已经跑到了禁区线的前沿 这个球呢向后 去传送到奥斯卡的脚下 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刚才这个58连线 差一点就再一次形成 这刚才是直接搓起来 想给 古斯塔沃 奥斯卡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 依旧是上海山花队争抢到 网州 左脚的穿球 这一下投球的解围 应该是阿玛杜把前点投球这一蹭啊 有一点像是投球百度一样 蹭到了后点 所以这一下顶完了之后 阿玛杜也赶紧把头给低下来 可能自己心里边稍微的有点后盼 但今天上海山花队的 投球争抢高空球争抢的成功率是达到了57%的 马来来 面对奥斯卡 连续的点了两下 海港队在外围 尤萨直接起脚了 这个起脚打的稍微有点着急 但是呢 可以让对方的后防线 稍微的 去受到一些惊吓 看看会不会去打乱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下半场比赛呢 上海海港队是不是在进攻的方式上 可以有更多的调整 尽管在中路 刚才这一下 尤萨的远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可以尝试着在中路 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 这样的话边路跟中路呢 形成有效的结合 而且不像现在 把更多的这个进攻啊 都是堆到边路 但是船中的成功率呢 又没有特别高 退下来 无锡 没有能够过里昂这个点 绿帅向内侧去突破之后 把球再分到外线的时候 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莫斯卡特呢 在赛前也是提掉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当中 虽然说球队没有打上一轮的比赛 但是球队的整体的这个状态 保持的非常好 其实呢 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上一场比赛 由于天气原因 客场和梅州客家的比赛 海港的和梅州客家的比赛 被推迟之后 那上海海港队 其实获得了更多一周的调整的时间 包括疲劳和伤病 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恢复 但是这个比赛节奏的保持 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于上海深花队来说 比赛节奏确实一直保持得住 保持得不错 而且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也是客场获得了2比0的胜利 但是球队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 一些疲劳和伤病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马纳法 奥斯卡 直接起脚背 拦了一下脚球 高天义今天确实在场上 非常的活跃 在上半场 包括到下半场 打到现在为止 他的覆盖面积很大 而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敢于持球 敢于在对方的多人包夹下去做动作 奥斯卡这一次选择前点 被杨泽祥顶出来 在船中还是朱晨杰的 所以今天其实上海海港队呢 船中的成功率不高 但是在多次的船中 形成数量的累加之后 说不定哪一次 从量变就形成了质变 这主要是上海海港队呢 是能够通过自己的 对于球权的控制 看看这个球到了禁区里面了 球送到了球门前 58分15秒的时候 上海海港队将球送进了 上海生花队的球门 古斯塔沃 这是一次在禁区内的混战 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 刚刚提到 上海海港队脚球船中 不停的去累加这样的进攻方式 去累加他的数量 终于在这个时候 从量变完成了质变 就在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话题的时候 因为其实这样的 不断对于对方阵型的敲打呀 对方是需要一直保持 高度的注意力集中的 一旦在某一个情况下 出现一点点闪失 可能就会出问题 这一下呢 是李昂蹭到了第一点 而在禁区内 有三名上海海港队的队员 前叉去做包抄 而且正好和上海深花队 向上提的这个后防线 形成了一个位置上的交错 这样的话 场上的比分呢 暂时是变成了1比0 当然视频助理裁判 还要对这个进球的过程 做一下检查 特别是在最后 李昂投球的那一瞬间 是否有跃位的情况 最终应该还是认定 现场已经进行了播报 最终应该还是认定了 这个球是进球有效的 古斯塔沃 59分钟的进球 上海海港队1比0领先 而上海深花队这边呢 也是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带伟俊替补上场 换下高天翼 高天翼呢 在下半场 就是在那个进球发生之前 不久呢 他已经体现出了 自己身体上的疲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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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分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 其实正是双方可能在之前想好 要在这个阶段去做调整的 但是场上的节奏 场上的平衡突然间的被打破 这个时候就要看上海山花队如何去做应对了 刚才的尤萨 由于之后的这个附加动作 吃到了一张黄牌 巴尔加斯 还是强行的向前去做突破 阿玛杜横向的切过来 依旧没有把球给断掉 巴尔加斯又过了两个人 这自己一条龙的左路突破 都已经挤到对方的禁区内去了 巴尔加斯感觉在对方蓝色身影的包夹之下 就好像是在大海当中会念这个避水诀一样 把对方左右两侧分开 自己一路向前去趟 而这个时候上海山花队在情绪上需要稳定下来 刚刚丢球之后不久的这个时间节点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可能正是双方在情绪上的差异比较大的时候 上海海港队呢 很可能气势如虹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连串的去连续的猛攻 而上海山花队这个时候需要克服的是自己在场上 有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和急躁 而刚才呢 安德烈路易斯是认为自己的球并没有完全的出界 这个球真的是巴尔加斯 就像是一辆这滴底盘小跑车一样 油门踩到底之后 不管前面有什么拦着 生生的往里冲 但其实呢也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冲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过来能够接他一下 上海海港队今天他们的这个进球 又是跟这个角球战术有关 这个赛季他们的16个进球啊 有一半都跟这个角球的战术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尽管上海山花呢 一直在防空层面 在这场比赛里做的相当出色 但是仅有的在自己的腹地第一点 没有顶到的情况 就是在自己正对球门的腹地 危险地带没有顶到的情况 就被对方形成了进球 我们来说尽管上海山花呢 我们来说尽管上海山花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海生花队呢 在60分钟的换人 也是把马来来换下了 换上了谢鹏飞 谢鹏飞上来之后呢 他在前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 更多的去拿球 并且形成在对方进群外围的一系列的进攻 而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安德雷路易斯顶到最靠前的位置上去 上海生花队呢 现在换人换完人之后 中前场可能在技术层面上有所增强 在组织能力上有所增强 前场的冲击力呢 可能稍稍的有所降低 就看接下来改变这个中前场的比赛风格之后 上海生花队是否能够有所改观 特谢拉 确实现在的在进行完这次人员上的调整之后 包括戴伟俊也上来 在这个区域上海生花队可以做更多的小球 可以玩更多的细活 谢鹏飞 现在就是看谁来干最后这个 最后这一下的活 巴尔加斯今天他的个人突击单兵作战 确实会在一些区域 搅得上海生花队的后防线鸡犬不宁 今天生花的防守呢也是很硬朗 所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 在场上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之后 可能比赛的节奏呢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而这个时候蔡惠康要被替补上场 这样的话在中场增加一些强度 增加一些硬度 这可能也是要针对上海山花队 在中场增加了技术能力之后 海坎队需要在自己的中场也要加个码 边路的配合 乌磊在进区内准备拿球的时候 然后在朱晨杰的干扰之下 没有能够成功的把球拿到 上海海港队的后防线行动非常的统一 这是李胜龙替补出场换下古斯塔沃 蔡惠康替补上场换下游萨 上海海港队呢也是两个人员上的调整 上海海港队呢也是两个人员上的调整 在第59分钟的进球 帮助上海海港队暂时是以1比0的比分领先 这也是古斯塔沃本赛季的第二个中超联赛进球 替补上场的李胜龙 他最后一次在上海得比战当中破门 应该是在21赛季了 当时呢他是帮助上海海港队1比0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替补出场的蔡惠康 唯一的一次在上海得比的进球 应该就是复明上一次执法上海得比 2016年的那场1比1 当时呢应该是申花由莫雷诺先进了一个球 然后蔡惠康是扳平了比分 斯鲁茨基啊 这个时候也坐不住了 以斯鲁茨基来看呢 他的脸上你很难能够看到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有点喜怒不行于色 深藏不露的感觉 但是他的肢体语言还是会出卖他此时的心态 其实斯鲁茨基呢 在赛前也提到过 就是上海海港队的定位球战术 非常的灵活 变化很多 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 确实有战术的地面配合 然后呢 前中后不同的落点全都有 所以说他在赛前也特意的强调啊 自己在防对方定位球 特别是脚球的时候 做了一些战术的部署 采用一种相对稳固的防守体系 来对抗对方的这个进攻特色 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的顶住 吴磊上前去逼抢杨泽强 李盛龙也上来了 李盛龙上来之后 他体能也比较充沛 在前场呢 可以给对方的后防线向前出球 带来更多的压力 感觉好像经过了各自人员上的调整之后 上海生花队是从开场之后 一直保持的这种硬朗的风格呢 现在增加了一些细腻 而上海海港队呢 在之前的控制细腻之上呢 增加了一些强悍 阿玛杜这一下准备拉球转身的时候 没有观察到自己身后的情况 被上海海港队把球给断掉了 禁区前沿齐塔迪尼 这一下也差点出现了失误 巴尔加斯把球再搓起来到后点 这是他在这一侧 今天多次尝试的传球的方式 只可惜啊 这一次他脑海当中设想的那个人 在那一刻并没有出现 上海海港队这段时间呢 在换人之后的这几分钟时间里面 在中前场的压迫 确实让上海山花队再一次遭遇到了一波 就像是对方把自己的身前的氧气 给吸干净了一样的防守压力 米帅 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目前的传中 上海海港队22次传中只有两次成功 上海山花队的传球成功率 依旧保持在50% 但是下半场呢 只有两次 这个传中的数量啊 只有两次 也就是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上海山花队获得的进攻机会 跟上半场自己制造出来的进攻机会相比 确实要少了不少 徐浩阳 无锡投球再点给徐浩阳 在这一侧的一对一 最后稍微有一点迟疑 两个人上来包夹 无锡 外脚背把球向前再去搓 想法还是很巧妙的 徐浩超上个赛季 在上海山花队0比1落后的情况下 他曾经帮助球队 把比分扳平力挽狂澜 当然他上个赛季 进了不少关键球 包括在足球杯决赛当中的进球 所以刚才的镜头也是给下了他 阿玛杜 特西拉 第一线球停的不是很舒服 调整之后再交左边 撞强势的配合 最后这一下还没等起脚传中呢 王赵的防守已经第一时间到位 王赵他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 脚下的不点调整的非常清晰 对于自己的移动线路 也知道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身后 而这个时候 于汉超看来要被替换上场了 37岁的老将于汉超 他是否能够成为上海山花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 改变自己命运的棋子呢 先来看这个角球 于汉超上来之后 是换下了7号徐浩阳 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换下了7号徐浩阳 换下了7号徐浩阳 换上了20号于汉超 现场关注用处 两人前723日 在此不出超年赛 有主感谢 每一位前来会在 请例会 严峻林 后防线上的传递 江光泰 出球稍微有一点犹豫 安德烈路易斯呢 他并不是一上来就猛扑过去 而是慢慢慢慢的向你靠近 当你发现危险就在眼前的时候 再起脚 这已经是在安德烈路易斯 干扰的射程范围之内了 虽然助力裁判的齐宇 是指向了右侧 但是傅明的手呢 是指向了左边 还是判了在防守过程当中 上海山花队的犯规 因为上海山花队 今天在防守的硬度上 做的还是不错的 包括面对对方 最为擅长的角球 定位球进攻武器 一直能够保持着 稳定的制空优势 但是呢 从上海海港队来说 他们就是通过 自己的大量控球权 来找到合适的时机 就总有一次 能够击穿对方的防线 李圣龙是偷偷的 在傍雅雄队身后 随时的准备偷袭 在下半场到目前为止 上海山花队自己的进攻 打不出来了 自己的封线上 稍微的有点牙火 现在换上于汉超之后 他和安德烈路易斯 两个人作为前锋 谢鹏飞在他们的身后 去做支持 充当一个二前锋 或者是攻击型中场的角色 这样的话 在前场的这三个攻击手 他们之间是否能够通过 有效的串联 产生化学反应 这应该是上海生化队最后的武器了 至少在进攻端 是最后的武器 海港有球员倒在地上 比赛还在继续 李帅 倒地的球员持续的没有能够起身 所以复明的也是叫停了比赛 王真奥 徐欣要准备替补上场 吕文君也要上来 上海海港队手里边可打的牌 还有 徐欣的上来之后 可以进一步的增加中场的硬度 而吕文君 他的反击推进速度 包括他在前场 对于对方防线的高压比抢 这都是上海海港队 在这个时候用得着的比赛方式 王生超是也要上了吗 王生超上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换下 刚才倒地的王真奥 王真奥 王海健要替补上场 这是上海生花队要做出的下一个调整 王海健替补上场之后 换下的是6号阿玛杜 现在上海生花队在场上的4名外员 已经有两个人被换下场了 马来来跟阿玛杜 两个人都被替换下场 这也是上海生花队本场比赛所用掉的第4个换人的名额 王海健在这个赛季确实出场的时间并不多 他应该是仅仅是在对山东泰山那场比赛当中呢 有过出场 上海海港队这边的徐欣 如果上场的话 按照号码对位换人 换下的是18号奇塔迪尼 而王生超替补上场换下的是在之前出现受伤情况倒地不起的王振奥 上海海港队在保持自己阵型平衡的基础上 在球员的个人属性上不断地再去增加一些防守当中的元素 特别是在对抗的过程当中的不断地再去增加一些强硬的元素在里面 此时的上海生花队是必须要全力去攻城的 而上海海港队的每一次换人都像是往自己的城墙上增加一块城砖 吴磊拿球之后向内侧拒击 身后的防守队员犯规了 这是一个身后搂抱的吃牌动作 杨泽强 吴磊这一下拿球之后对于对手在身后上来的位置观察得非常清楚 所以牢牢地把杨泽强挤在自己的身后 而杨泽强选择在禁区外提前犯规不让吴磊杀到禁区内去 因为到了那个禁区内的这个区域的话 那可能产生的变数就更多了 但是上海海港队再一次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 这次定位球质量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象 直接掉后脚 但是给的力量有点大 但实际上这可能也是奥斯卡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由于体能的下降 他的肌肉感知力跟肌肉控制力也不像之前比赛过程当中那么好了 王胜超上来之后呢 是对位打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徐欣上来之后呢 也是对位打在七塔迪尼的这个中前卫 左侧的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 由汉潮 想找特谢拉传球的线路被对手提前观察到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场上两支球队一个球的差距 这可能是在场上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平衡 改变天平倾斜方向的一个比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上海神华队肯定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全力以赴 而上海海港队也是后防线上绝对不容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出现进球 无论是谁出现进球的话 那另外一方都很难说再有时间充分的去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 或者说自己再去通过自己的进球改变场上的局势 直接送直塞球找安德烈路易斯 但是这个球是不是提前有越位了呢 应该是有了 可能助理裁判他会采取这个延迟举棋的原则 不会在第一时间那么快的就把自己手中的旗帜举起来 但是比赛打到这会儿 其实双方的球员的情绪都比较的敏感 海港后方线上的队员看到助理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棋 立刻在情绪上会有一些反应 但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查看红牌事件 没有问题 严俊玲大脚直接把球往前开 现在上海海港队的目标就是把球控制在最方的半场 让球远离自己的球门 甚至远离自己的禁区 这样的局势控制的时间越长 对于自己来说就越安全 而其实生花队在下半场没有能够非常好的 去减少上海海港队在场上的控球权 在上半场如果说生花队通过自己的拼抢 通过自己给对方防线的压迫 给对方防线上的压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上海海港队的控球权 或者是控球区域受到压缩的话 那其实在下半场特别是在丢球之后 这一点做的其实不是特别理想 这也是为什么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上海生花队的几次调整啊 都是增强在中场的这种技术的细腻性的人员调整 这次传球过定传球线路给的不错 但是由于球比较高球速不是特别快 给了王神超时间去想撑前投球破坏 戴卫军 无锡 无锡在最后时刻也需要上来通过他自己的传球能力 给封线上的队员 给前场的队员一些支持了 这场比赛呢 他是顶替了马纳法的位置 他跟马纳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比赛方式 那今天应该说他在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 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现在这个时候上海生花队需要的是进攻 需要的是进球 无锡的右侧船中 在远端于汉超 特谢拉 再做一下外围的打门 戴卫军 戴卫军在之前的七轮比赛当中只有过四次出场 而且出场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说他在场上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找回自己的比赛感觉的 刚才这个球呢 在他的身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这时他抽到了球的下部 李扬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那上海海港队的后方线上还有人员储备呢 但是他们手里面呢 也是只剩下了一个换人的名额 奥斯卡做出了换人的手势 可以换张林鹏 同时在后方线上还有卫震 还有这个贺冠 都可以作为调整的人选 而且在这个时候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李扬这次这场比赛当中呢 他争抢投球的成功 帮助古斯塔伯取得了进球 在他下场之后被替补上来的是张林鹏 张林鹏从目前他的这个位置上来看的是直接对位站到了 李扬所在的左中位位置上 上海山花队从中路向右侧 这一系列的传递到球权还在自己的脚下 安德烈路易斯在把球调到禁区里之后 上海山花队在禁区内完成了破门 这是特谢拉 上海山花队这一次的进攻啊 在右路的一连串的配合 在对方的逼抢之下能够控制得住球权很关键 而安德烈路易斯把球送到中间来 特谢拉在中路拿球之后将球打进 这已经不是特谢拉第一次本赛季第一次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重要的进球了 特谢拉在面对长春亚太的那场比赛当中就是在第90分钟完成了一个制胜的进球 而这场比赛又是在第90分钟 像一个中锋一样找到了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空档 这个球安德烈路易斯传得非常精准 正好越过了前点的蒋光泰 而特谢拉按理说他的视线是受到了一定干扰的 但是他对于球落点和速度的判断简直是极其精准 包括卸球的力量拿接的也是恰到好处 90分钟扳平比分 特谢拉又一次在中场上响前完成了重要的进球 每一名球员在赛季前可能都会有一个对他的进球预期值 而特谢拉是超过这个进球预期值最高的 这也是特谢拉本赛季打进的第六个进球了 目前他已经是上海深花队内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第一射手了 要知道在上个赛季他仅有一球入仗 而在这个赛季确实斯鲁斯基的这套进攻体系 让特谢拉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再来看这一下 上海海港队这次右边落把球敲到中间来 门将已经不在自己防守位置上的情况下 吴磊最后的这脚打门打在了球门之上 打到了球门的上方 没有打到门框范围里 当然这一下呢 他应该是看到对方有球员在球门线前去封门 所以刻意的去想打一个上角 因为其他的队员在球门前也没有办法用手 但是这一下确实偏的稍微有点多 下半场比赛要补食七分钟的时间 七分钟 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其实都还有变数 都还有可能性 上海山花队完成了这个进球之后 安德烈路易斯真是连续八轮比赛 不是进球就是助攻 巴尔加斯 还是往对方防线身后船 比较靠近门叫包亚熊 深花队在最后时刻的这个进球 会让球队的士气得到鼓舞 对海港队的情绪会有一定的影响 而这个时候上海海港队需要做的 就是全队统一思想 在最后时刻 首先把自己的防守先稳住 因为深花队这个时候 肯定是借助着之前进球 所带来的士气 会发动一连串的猛攻 这种强强对话 不仅是球员个人能力的博弈 也是球队整体战术执行力的博弈 是教练赛前的这种战术部署 和赛中人员调整的博弈 同时也是双方的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谢鹏飞 第一点上海海港队顶到 但是外围的二点球 这一下的凌空推射 94分钟的时候 踢步上场的汪海健 将球打进 比分变成了2比1 这个进球 上海海港队再一次出现了 禁区前沿的防守的问题 汪海健所在的这个位置上 几乎是无人防守 当然他的大门也是相当的干脆利索 没有停球和调整 直接完成了一脚凌空的大门 这样的话94分钟上海深花队将比分逆转了 这场上海得比确实是起伏迭档 扣人心弦 所以不到中场上吹响 一切的悬念都没有终结 再来看一下在禁区内 上海海港队的防守人数是足够多的 但是在湖顶的这个位置上 特别是汪海健所在的这个区域当中 没有人对他的这个区域进行干扰 蔡惠康想出来 但是也已经来不及了 汪海健面对来球的这脚打门 难度很高 但质量更高 富民是不是还是要 是要到场边去 福建区去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吗 那总体感觉的话 这个进球 好像问题不算太大 当然这需要这个视频助理裁判 加上主裁判 根据给出的回放画面 做一个全盘的综合考量 去观察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的 每一个细节 打门的这一下呢 深花队有一名队员是 可能稍稍的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就看他的位置和他的动作 是否算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 对于他这个区域的防守球员 产生足够的影响 如果说 约翰超的这一下 对于裁判认定 他对于防守队员产生了影响的话 那么就会背叛他越位 这是要看裁判最终的性质认定 而严峻林上来之后 跟复明区理论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而且球员在这个时候 是不能够进复检区的 不能够到这个区域来的 对于这个细节 其实裁判的认定是非常关键的了 所以现在双方都非常的焦急 也都有些焦虑的等待着这个球最终的判定结果 约翰超所在的这个位置 在汪海剑射门的一瞬间 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是稍稍的有些越位的 但是就看最后 是否认定他影响了 在自己身边的防守球员做动作 对于这个防守动作的执行 最终是判了越位这个球 那比分的话 现在还是1比1 刚才汪海剑的那个进球无效 最终的裁判应该还是认定 约翰超在这个位置上 在越位的位置上 他的动作对于自己身边的防守队员处理球 产生了影响 所以是判这个进球无效 场上的比分又回到了1比1 但不管怎么说 汪海剑刚才的那条打门质量 确实是非常高的 伤停补食的时间呢 其实也已经到了 但是由于在之前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所以裁判也是酌情的 再增加一些伤停补食的时间 圣华队有球员倒地 捂着自己的面部 所以说看看是不是头部受到碰撞 哎呦 蒋胜龙这一下 在准备投球解围的时候 李胜龙从身后上来 而蒋胜龙是处于一个 几乎是没有任何防备的状态 对一竖起了大拇指 应该是问题不算太大 但是需要稍稍地缓一下 这无情中又增加了一些 比赛的时长 这是上海深花队 扳平比分的内阁进球 特谢拉的处理球 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没有因为自己身前 蒋光泰的起跳 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整个动作也很连贯 特谢拉身材不高 没有那么高大 但是经常在对方的禁区内 扮演着巨人般的角色 其实对于同一个城市的 德比战来说 不仅仅是要有火爆的气氛 不仅仅是要有激烈的对抗 如果说能够有高质量的 技战术方面的体现 高质量的 含金量十足的比赛 相信也会使得同城德比 在他们的历史延续的过程当中 增加他们的感染力 增强他们的影响力 无锡 还是想直接传身后 因为剩下的比赛时间不多了 现在就是争取能够形成威胁 就赶快的把这个威胁的制造出来 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 主裁判复明什么时候 会吹响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近15分钟之内的控球率 上海山花队是明显的增加的 包括长传的次数也有所增加 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 在传球的成功率上 其实都不高 这也是由于双方对于各自的意志 使得双方的这个传球成功率 特别是在对方的半场的传球成功率 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数字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 越是重要的比赛 它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两支球队不相上下 同时比赛的对抗又很激烈 特谢拉刚才在身后的犯规 阻止了上海海港队 快速的向前推进 蔡华康坐横向的转移 再交到左边交给李帅 巴尔加斯 他还有汽油继续向内去做突破吗 巴尔加斯再把球传起来 到了进区内 低平球的府中投球 低点没有能够争到 奥斯卡再往后点去挑 在这个点位上 已经没有接应的队友了 但是很明显 上海海港队的这个后门柱进攻 应该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前 重要演练的一种进攻方式 这个时候主台办复明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在2024年中超联赛 第八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上海得比当中 上海海港队和上海深花队 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第59分钟 古斯塔沃是帮助上海海港队 取得领先 而特歇拉在第90分钟 颁平比分 汪海杰第94分钟的进球 由于进攻过程存在越位 背叛无效 所以最终这场比赛悬念四起 但最终还是平分秋色 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也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为您带来的其他的节目 接下来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2024年国际拼联单打世界杯的 实况录像 也请您继续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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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